大家好,我是老默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是花生糖卷 以及在冬天发面 咱们具体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和关键点 小鸡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能够做好发面 材料方面咱们需要准备中筋面粉200克 冬天咱们要想把发面发得更顺利 尽量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 用筋越高,冬天发酵越难 然后是放酵母的方式 咱们可以用温水化开 也可以直接撒进去 在我看来直接撒到面粉里 发酵效果更好 因为这样酵母菌的分布会更加均匀 化到水里去和面 很多时候和不匀 有很多干粉在下面 那些地方它的酵母菌含量就比较少 后期发酵的时候 菌类少的地方它发酵就不那么完全 所以咱们在做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个别地方不发的问题 直接混拌进去 这个酵母菌它就相对更加均匀 即使有些干粉 咱们加完水之后留下了 里面也是有酵母菌的 不会影响多少发酵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里 咱们把水加完之后 它下面剩的干粉还挺多 如果直接把酵母加进水里 剩下这点地方都会没有酵母菌的分布 这时候发酵 这时候发酵虽然可以发好 但是它发酵效果还是有些欠缺 因为冬季不像夏天 酵母菌它的活跃度特别高 你怎样发都没问题 今天确实要注意这些细节 咱们在发面的时候才能发的更顺利 再有一点需要注意冬季活发面 这个水量尽量多加 我今天活这块面团200克面加了120克水 不好这个硬度也不会太软 这就是因为温度比较低 这个面筋的伸缩性没那么高 所以感觉特别硬 一定要记住稍微多加点水 它的发酵会更快 然后发酵这一块 大家只需要把它放到温水里 这个温水不需要烫手 温温的 发酵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之内 大家可以看发好之后 一定要像这样比较饱满蓬松 冬天气温比较低 发面一定要发旺 比稍微延长一点发酵时间 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会让里面的酵母菌变得更加活跃 咱们第二次发酵的时候变得更快 冬天气温比较低 咱们揉面排气 很明显的跟夏天不一样 这个面稍微揉两下 就开始变硬 其实咱们多加了那么些水 它也是这样的手感 因为外面的气温比较低 越揉 面筋紧张 伸缩能力就变弱 所以它的手感会偏硬一点 这个不要担心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操作 需要用擀面杖来擀开 揉面也可以换成擀面杖 咱们直接用擀面杖擀开 然后再折叠起来 这样也能达到揉面的效果 而且比手工揉面更加紧实 光滑 里面也不容易加气 所以咱们在揉面这一步 也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给它压光 揉光 然后咱们面擀好之后 形成这样的大片就可以 厚度大概在5毫米 然后刷上一点油 下一步咱们要撒上熟的花生碎 这个花生碎呢 尽量给它打得细腻一点 花生尽量多一点 不要太少 然后上面再撒上一层白糖 这个白糖量呢 不需要很多 再多加一点花生 咱们吃的时候 口感更香 最后咱们从一头卷起 卷起的时候 尽量给它卷紧 不要太松 如果卷得不够紧 发酵的时候呢 很容易出现垮塌 歪斜这样的问题 稍微卷得紧一点 它站的就会比较直 不容易垮塌 卷好之后 咱们也不需要搓 直接就可以这样 把两边给它去掉 流出平面 然后切出剂子 这个剂子大概在50克左右 然后在中间位置 稍微划一刀 不要太深 这样做能让它更快蒸透 做好以后 怎么夏天的话 直接放到外面发 没问题 像现在这个季节气温比较低 尽量给它放在温暖的地方去发 如果放在温水锅里 这个温水 摸的有一点温温的就可以 还有大家要注意 这个水 一定要看着这个蒸汽 微微的往上冒就可以 不要特别多 如果水温稍微偏高 它的蒸汽就会变多 发好之后 这个表皮变得特别湿 那样的话 蒸好之后很容易起泡烫面 大概需要发酵半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发好之后表面比较干爽 不会特别湿 这个温度就比较合适 锅里发酵完成之后 拿出来再把水烧开 再上锅蒸 大概18-20分钟 花生卷就可以出锅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蓬松 喜欢吃甜的面点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这个做法 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朋友们 咱们在家里面蒸馒头发面的时候 只要记好咱们前面说到的关键位置 在家里面不管怎样去做 整体效果都不会太差 所以能不能够抓住重点 才是你做好馒头的关键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